不用奶油,也可以做出丝滑细腻的冰山熔盐 配上简单快手的烟麦塔皮,打造更丰富的口感 塔皮的部分用香蕉来提供甜味 同时也可以作为烟麦片的凝合剂 只需这两层材料,充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每个塔皮30克左右 放进小纸杯子造型 烤箱180度10分钟烘烤进行 虽然讲话了步骤,但是对巧克力要求比较严格 最好使用各个含量80%以上的黑角 所以还是加点糖,口感更佳 牛奶捉出微冒小气泡,倒入黑巧碎 小火不断搅拌 整个过程大概4分钟左右 就变成了非常浓稠的质地 倒进烟麦塔皮就可以了 表皮抹匀后放入冰箱 隔夜冷藏后再使用 搅一搅就做出了低卡但不低配的冰山熔烟塔 再用烟绒或者可可粉装饰一下 看上去会更高洁一点 比起直接吃冰山熔烟,这个口感会更加解腻 外皮酥脆,内里浓郁丝滑 不过,如果你只想吃熔烟不想吃塔皮 那就叫上小姐妹或者男朋友一起分享吧 分享的快乐,热量减半,快乐成双 我们下期再见了